這段影片是真的 而這隻女鬼也是真的 如果做過一些對不起女人的事 千萬要小心 就算沒人落你降 我天都會收你當 未來 發命 我還以為已經認識你的姐妹 這位是… 我姐姐, 娜姐 阿靖畢竟然來不了, 找她頂 你是Darley姐姐? 那就是說不僅是姐妹, 你是大姑奶 我是她的妹妹 我叫潘朵拉, 不是大姑奶 狗樣大明 不用鬥, 我要出名小器 給人口小心點 吃東西… 對了, 除了阿靖來不了 你們Wanna Seven應該齊人了 本來阿森答應了做姐妹 但她正在講述這項目 所以打定輸數 應該要在我婚禮那一天才見到她 不過其實今天還有一個人會出現 只是還沒到 難道是她? 阿希 太好了 不好意思, 遲了一點 大姑娘, 恭喜你 好 你還沒吩咐嗎? 可以嗎? 可以, 你老婆更加可以 你說話恐怖, 我說鬼 全靠阿希 她在酒店做先知 幫我們找到一個好地方擺酒 還有折 這些朋友多認識幾個 不用客氣 你是妹妹的大哥 現在不就是親上加親了嗎? 不用客氣, 要不要這樣散鏡嗎? 好像剝殼雞蛋似的 不說了, 還以為你是中學生 不是, 你哪裡來? 你看看你越來越漂亮 對了, 聽說你們快要結婚 恭喜, 謝謝 謝謝… 其實之前一直都很想聯絡你 不過打了一些訊息, 之後刪除了 最終都不要發出來了 已經這麼久了 以前的事我沒有放在心上 真的嗎? 那我們還是不是好姐妹嗎? 我從來都沒說過不是 謝謝你 走, 走 其實我最開心的不是結婚 而是有個機會讓我們姐妹聚會 所以我準備了一些禮物送給你們 謝謝… 讓我自己的眼睛 謝謝… 而這個呢, 就是你的 我也有份, 謝謝 你那個就是胸口針 而我們其餘的都是水晶手鍊 就算不齊人也好 都當留個紀念嘛 阿靖和阿森那條 我會給他們促递的 那…那條呢? 我很想找一個問題 你們的Warner7的歌曲 我數來數去都只有六個 可不可以解釋給我聽嗎? 是, 阿杰 阿杰已經過世了 我們七個從中一到中六 學校在北角 北角就是我們的地頭 能與同年同月同日生 能與同年同月減倒肥 如果我們將來誰結婚也好 另外六個都一定要做姐妹 是, 我要做第一個伴侶 我要做的 可惜阿杰這個願望沒辦法達成 是急性老牙 我一定會痊癒 我還要跟你們一起去玩 阿杰在化療期間 就算多辛苦, 她也忍得住 最傷心是沒有了八長頭髮 而我們為了支持她 太好了… 只可惜… 所以我們以前說過的 將來誰結婚也好 其餘的都一定要做姐妹 所以我相信阿杰也一定在這裡 如果阿杰姐真的在這裡的話 保佑我們個個身體健康 拜託, 拜託 突然走進來嚇鬼 你又嚇鬼, 面對著電話笑 什麼?有人分享一些好笑的東西給我 幹嘛? 你跟Billy的美婚夫很熟悉嗎? 我們七姐妹一起認識她 她還沒跟Billy在一起之前 我們已經是朋友了 還有, 她是哪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男孩 那個就是Raymond 自此我們七個姐妹的世界 就多了這個人 之後我們幾乎每天放學都上去玩卡遊戲 她是在這裡做兼職的大學生 對於我們這些中學妹妹來說 是挺有吸引力的 蜜糖是誰的? 給你們七個 天氣很冷, 喝點蜜糖舒服很多 Raymond的嘴巴比蜜糖甜 我們當然很喜歡他 Raymond 來, 怎麼了? 我們這遊戲白軍比較好玩 沒什麼好想, 不如一起玩吧 一起玩吧 好啊, 你坐這裡 那次之後, 我們就經常一起玩 直至有一天, 我們去找Raymond放假 Billy, 我們去玩個遊戲吧 好… 這個遊戲就是把自己的暗戀對象 寫在紙幣上互傳分享 誰小時候沒有暗戀過人呢? 誰知道七個人裡面 有五個寫了同一個人 做姐妹最可怕的事就是這樣 不如這樣吧, 我們要拍三張 誰都不可以跟Raymond一起 一輩子不爭小孩, 姐妹大過天 太好了… 你這個真實 那時候, 我們真的覺得 友情是最最最重要的 之後不對嗎? 阿傑死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有裂痕了 又是Raymond? Billy跟Raymond一起 那就是阿傑走了之後 Billy就違反了姐妹的承諾? 又不可以這麼說 那不是Billy出手的, 是Raymond追求她的 而且別人理情愛怨 我們做姐妹的 也不必用什麼承諾綁著她, 是不是? 我記得那時候 Bala, 阿希和阿靖都有祝福她們 怎知道後來Bala和Billy逛街 碰到阿希和Raymond在一起 你們誤會了, 信我吧, 我沒有 沒有, 沒有?我之前也喜歡Raymond 但是他跟Billy在一起 我很替他們開心的 但是你呢?你弄成兒子 你不是對我不住, 你對得起阿傑嗎? 我們答應過他不會欠兒子 我們答應過阿傑 誰都不可以跟Raymond在一起 你呢?你是第一個違反承諾的 我們別管這些人, 我們走吧 那次之後, 阿希漸漸疏遠我們 甚至沒有聯絡 原來弄得這麼僵 難怪阿希一出現 Billy和Raymond就這麼尷尬了 還有, 姐姐 哥哥不知道Bala比Raymond喜歡 你記得不要跟他說 我怕他的心不舒服 Billy還沒回家嗎? 是呀 前十五分鐘的拍拖收閑卡 他做獨立的 還比我回這麼大膽 你幹嘛刪除一些瀏覽紀錄? 沒有 沒有?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看完他的色情網 學完招式遊戲, 怕被人發現 你也是學招式 別說, 快打電話給他, 叫他回來 還有五分鐘開直播 開這麼快五分鐘? 是呀 那我要去廁所, 你陪我吧 拜託你改壞習慣 CG做真節目之前, 一定會去廁所 人家Billy平日陪我 也沒理會這麼多話說的 第一, 大老婆還多了我 好, 陪你去走吧 打電話 你去哪裡?公主 大塞車, 至少要遲十五分鐘 頭十五分鐘的奧修閑卡 你做獨立的, 怎麼辦? 那你幫我頂住他 我頂?頂你的肺子嗎?我都不懂 你就立刻惡保一下 好吧…你快點回來 我現在去惡保 你乖乖地, 自己去廁所 去… 有藥在樓下, 死人搬得理由不陪人 聽說 otros 姐姐 怎麼樣?他未來沒這個 怎麼樣?你音樂不 certaines 大bi沒事 Everyone util事 不過那細節就… 菊莉碧老師, 阿冰 別吵吵吵, 醫生說他善親 刺激到子宮 作小產要留院觀察 沒事的, 醫生看著 好好休息, 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你也是 知道自己初生大小, 還這麼矛盾? 很小心了, 不知為何 燈突然就關掉了 東西都掉下來, 可能有鬼 無緣無故怎會有鬼? 不是, 是阿傑, 阿傑生氣 神經病嗎? 阿傑怎麼會弄自己的姐妹? 最多都是幫我們出頭 不知道阿傑是否生氣我 不陪巴拉去廁所 你怎麼不陪他去廁所? 你身為BB的爸爸, 巴拉的老公 你這樣對人有害怕, 你怎麼搞的 你是不是男人? 你別怪他, 也不關他事 是Billy遲到 Darley要撐住他的部分 才不能陪伴我 不是的, 還是我糟糕 或許阿傑知道我的心想什麼 我當時在想 你大肚子而已, 不是大肚子 去廁所也要人陪, 沒事吧? 你沒事吧?想這些事情 看我鬼還不怕嗎? 我已經知道了 原本我只是想個Billy也沒有了 不想找這個帳 你先聽我說 但我聽到醫生說完 他差點沒了個BB 我的心馬上來一來 我不是這麼壞的 阿傑姐, 麻煩你在天之力 保佑我和巴拉和BB 三個身體健康出入, 平安 最好我還賣了盒彩 今天功德無量了 無美堂佛, 謝謝… 待會我們進行的儀式叫做太陽慶典 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儀式進行的時候 一定要放下所有的一切 最重要的是心無雜念 我們要借助大地之母 庇佑我們的柔和陽光 從而提升我們的正能量 神分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送食 終於連自己都抹起來 麻煩大家拿出你們的水晶 記住, 別遺漏了阿傑那條 稍後, 大家手持著水晶 把愛的祈禱和BB的祝福 通通輸入全在水晶裡面 那是不是要先淨化了水晶鏈? 果然有聽說 所以我們第一步 用陽光的熱力 消除在水晶裡面殘餘的負能量 這樣才能容易跟我們聯繫到 我們要用蒸餾水或礦泉水 淨化這裡所有的水晶 之後不能再用手碟 大哥, 還有多久?曬得暈了 是時候 淨的太陽是可以發出最高的能量 只要曬他們幾個小時 就可以把所有的負能量一一燒除 我…為什麼會這樣? 又說要淨化幾個小時? 現在幾秒鐘就爆炸了 你們不用怕, 這是正常現象 因為水晶吸收你們的負能量 到極點的時候就會粉身碎骨 是一件好事 儀式也完結了 大家以後就可以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人家是姐妹鏈 現在散了, 爆了, 沒得戴 不要緊, 人沒事就行了 對, 別說了 寶貝, 我和你回房間休息 別生氣了, 沒得戴 都爛了, 麻煩你幫我扔掉它 好, 麻煩你了 飛文他死了? 房間在凌晨發生, 起火原因不明 消防上來救火的時候 開也開不了門 於是就把整個門拆掉 才發現原來是被這幾塊石頭擋住 男子的屍體就在這裡被人發現 整個單位的窗都是關緊的 大門是從外面向裡面推 但是地上有七塊大石頂住 在外面根本就沒辦法進來 換言之, 是一宗密室室 七塊石, 又大又小又高又矮 全部在正大門後面 還要撐得住 不過這個並不是重點 重點是七姊妹的傳說裡面 七塊石頭是代表什麼? 是代表七條呂浮屍 那又怎麼樣? 案發的單位在七姊妹那裡 萬七工業大廈, 七樓, 七屍室 怎麼這麼多七? 不用問阿貴的命案 一定是七姊妹作怪吧? 就算與七姊妹無關 也一定與女人無關 來吧, 聰明點的東西你們看看 是呀, 我在現場撿到的水晶? 怎麼熟悉呢? 在哪裡見過呢? 沒錢找, 當作罷兵吧 阿咪, 阿咪帶來手鏈 就是這樣了 那也不可以只懷疑阿咪 因為姊妹團所有人都值得懷疑 這條手鏈是巴拉送給大家的 每個人都有一條 咪咪是我的妹妹 巴拉是我未來大嫂 我肚子裡還有一個寶寶 又剛剛作完小產 Raymond死了, 我又要瞞著他們 如果沒必要的話 可不可以不要找他們老口供住? 那帶她回來審 又未必一定能破案 反而是阿拉拉姐 你如果找到真兇, 不會殉屍的 那就還可以了 那顆水晶就是這裡發現了 五條水晶鍊刀碎了 但是究竟是誰掉下水晶出來的呢? 我們查過死者手機的通話紀錄 她除了打過BD之外 還有打給巴拉 還有一個叫宋日希的女人 阿希也是其中一個姐妹 那說法, 她不是不斷跟未婚妻 那些姐妹暗交嗎? 會不會只是談婚禮的事嗎? 那就沒人知道了 因為他們沒有發訊息 全都是用電話聯絡的 沒有白紙黑字, 真是很有可能有警告 在死者死之前的那一天 有人看到死者和未婚妻BD 在這裡樓下炒蛋 會不會是死者和阿希搞曖昧 被未婚妻BD看到就發脾氣了? 讓你這樣說一說 整件事馬上全都喝醉了 不過那個證人聽不到他們吵什麼 而我們警方也沒有頭緒 七姐妹傳說其中的意義 是要警醒一些不檢點的男人 而姐妹團Billy也是Raymond的未婚妻 阿希和巴拉也喜歡Raymond 三個女人也因為Raymond而反過面 按你的說法 會不會有人因為爭小孩、妒忌 對, 抹了面子而起殺雞 看牌面的懸疑最大的是Billy 老公未結婚才偷吃 還要在旁邊吃, 吃自己的姐妹 女人的東西反轉主途就是糟糕了 女人的情感有時候可以很勢力 但同事也可以很強勁、很有摧毀性 但是這樣, 女人就算多瘋子 始終是一個女人 一個女人又哪個能搬到七塊石頭 好, 幸好我還有一條線索在手上 根據死者的手機紀錄 在事發前沒多久 她曾經打過電話去網台101 查回節目的錄音 她說她自己被女鬼搞 好, 然後一模一樣的事情 就發生在Darley大師身上 關你嗎? 忘了告訴你 那些石頭已經搬去化驗了 不過, 被我在石頭裡發電了些東西 這是什麼?這麼噁心? 黑色那些是疑似扮成鞭仔的頭髮 傳聞七姐妹在水上浮上來的時候 是一條邊綁住一條邊的 是因為怕被海狼衝走 所以綁住頭髮 就算死了, 也會這麼分裂 傳說中的七姐妹就是同月同日死的 而Billy巴拉這群現代版七姐妹 就有一個死線, 她叫做阿杰 另外那六個姐妹就在她死前 陪她剪走一包長頭髮 而這個阿杰又喜歡Raymond 所以幾個女生就在她死前答應過她 不會向Raymond下手, 破壞姐妹感情 阿杰, 麻煩你申請你去報寧吧 兇手真的很有可能是這幾個阿杰的女鬼 原來一下來就在這裡了? 幸好你會走員工通道, 這麼快 是的 很重 過來幫忙… 又是你的裙腳 小朋友, 整天都支持了姐姐 拜託你, 自己走出去診女兒吧 人家子弟情深不行, 這麼說話嗎? 這三箱是明天下午要用的東西 賞框、簽名簿、賓客的紀念品 和會場的佈置全都在裡面 你們明天就在這裡拿點東西 上營會廳就可以了 車位也空氣了給你們了 真的有人在酒店裡做事, 好辦事 她姐姐說這些東西阻礙姐妹換衣服 所以就先放在車上 如果沒什麼, 我就跟Mimi上去看吧 好…我們先收拾東西 鬆住嗎? Mimi姐 關於明天的判斷, 我有些問題 問吧 我反正也有些東西還沒買 待會你就陪我去買 幫我拿東西順便問, 好嗎? 好 那我自己上去吧 芭拉, 我幫你安鬆一點 讓你明天做個漂亮的新娘子 阿希, 我始終很害怕 我總是認住還有事會發生 Mimi, 你不是說買東西上來嗎? 芭拉, 你的肚子根本不是我哥 那天在派對室 你說去開樓上做健身 那裡的格格一樣 所以知道後備燈在哪裡 但是樓上的瓶 和派對室的後備燈在哪裡 根本就不一樣 你說謊嗎? 我沒有 你說什麼? 就算芭拉知道燈在哪裡 那又跟孩子有什麼關係? 你這樣還不明白? 她之所以這麼熟悉派對室的環境 是因為她早就上去 她背著Billy和Wayman在一起 你的肚子根本就是Wayman, 是不是? 芭拉, 是不是真的? 我只是我壞, 是我對Billy不住 景太太, 你要這樣對你的好姐妹 不過我從頭到尾都沒想過跟她爭 在Wayman和Billy求婚之前 我已經跟Wayman斬了肩膀 Billy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她不知道不代表沒有受到傷害 你已經破壞了我們姐妹之間的誓言 你不僅出賣了Billy 你認出賣了我們所有人 我對你很失望 阿希 阿你沒事吧? 我應該私底下問你 我不知道阿希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與你無關 不過Milly, 為什麼你會知道我的肚子? 你別管我, 我怎麼知道 總之你一定要跟哥哥說清楚 不行的, 如果這件事穿了出來 Billy知道我和Raymond的事 他這輩子都不會原諒我 我不想失去這個好姐妹 我也不想你們兩個吵架 但是也沒理由要哥哥 傻子跟你結婚的嘛 我也知道我對Darley不住 我知道自己懷孕了的時候 我真的很害怕 我簡直想過, 放了就算了 誰知道原來Darley對我還有感覺 那你就要哥哥吃了那隻死貓嗎? 我最初騙她是自私 對, 不過我現在已經不同了 自從我上一次作小產之後 我真的看到她為了我和BB 真的做了很多事 是呀, 哥哥每晚都想寶寶圈圈 就是為了你們兩個 有時候我會有種錯覺 覺得Darley真是BB的爸爸 我們一卡三口, 過得很幸福 這是我現在這一刻的夢 在做這個夢的不僅是我 還有你哥哥 你真的忍心他空歡喜一場嗎? 我答應你 我一定會對Darley很好 你別告訴她 Darley 誰在一起? 我們在這趟撞到的 我還以為你來不了Ting Billy 我是伴侶, 怎麼不出現? 進去先兄 明星呢? 早安, 新娘子 你好… 你今天很漂亮 你可不可以幫我弄一弄頭嗎? 你有什麼要我幫忙嗎? 不如你幫阿杰扮靚靚吧 阿杰? 我們說過的 誰結婚都要做姐妹送假 我相信阿杰再生的話 也一定會守這個承諾 所以你們就找了一隻公仔來 再看阿杰參加婚禮 你看, 我們還幫她做姐妹裙 阿杰真的很可愛 還記得當時我們都很妒忌她 有把又長又軟的頭髮 聽說公仔也有靈性, 是不是真的? 世界上最邪惡的公仔叫做安娜貝爾 在1970年美國康乃迪克州 有個媽媽在二手店買了公仔 送給女兒 結果公仔半夜在家裡走來走去 原來是一個叫Annabelle的七歲小女 在家裡避受 好, 英雲不散就上了公仔身 直到現在 當阿貝爾還封印在一個玻璃箱裡 沒有人敢直視乎眼睛 姐姐, 你說得這麼恐怖幹嘛? 你看這隻公仔多可愛 就算是阿杰的靈魂在裡面 也不會傷害我們 對, 你們怕的就讓我保管吧 阿杰, 這間酒店很漂亮的 我帶你去參觀一下 那我先去換衣服 我等一會進來幫你 姐姐, 比利那麼厲害 她剛才死亡還沒回父母多久 現在好像什麼事都沒有 如果是我, 一定哭得崩潰 人大了, 懂得掩飾情緒 對的, 每個人都像你一樣 什麼都寫在臉上 你好… 哪位? 你忘記了我了嗎? 阿森, 你怎麼變成這樣? 你發生什麼事?受了什麼刺激? 我呢? 在裡面…快點讓她看, 讓她變成這樣 我呢? 你好 有嗎? 有嗎? 有, 沒什麼都沒所謂 今天不會有人看你 因為今天的主角就是你老婆 和我這個新婆婆 為了 你呀, 還不是兒子了? 還得起雙飛 以後你的肩膀就重很多了 你真的要生生生生, 知道嗎? 放心吧 七子母的故事有很多個版本 其實不需要管 全部都是男人, 貪心, 豪食 要逼得那七子… 昨晚又不露出來, 現在嘛 打出來吧, 你伯母禁忌 不要這句… 放心吧, 我會對你姐妹很好的 新郎兄弟快到了, 快了 已經11點了, 阿希還沒見人 你猜她會不會還在生氣我 所以今天不來 怎麼了?為什麼不來? 你們三個吵架嗎? 沒有 阿希 阿希, 在哪裡? 我在北角碼頭下船了 不過等了兩個月都還沒有車 不如叫富山來載我吧 當然沒問題, 點她就對了 好, 富子博, 有個美女要你做柴惡夫 我沒見過美女 你在哪裡? 在流動廁所前面的空地椅子 方便拍攝吧 就在那裡見什麼? 就快去搭耳了, 快點 都說了阿希會來的 阿希, 你在哪裡? 我不見你, 你的車停在哪裡? 我停在一個流動廁所旁邊 你見到嗎? 那可能有兩個流動廁所吧 我現在走過來 好 好 富山, 不好意思 阿希, 別這麼說, 上車吧 這裡回去不用繞路 很快就到, 會不會遲到的 謝謝你 你姐妹等得很心急, 你上去吧 我等你兄弟, 我就上來了 好, 謝謝你 嗯 嘩, 怎麼這麼濕 這麼多水 啊 三叔公, 真不好意思 今晚你不用來喝了 我有空再請你喝茶 不好意思…再見… 別哭了 你哭得眼珠掉下來 對了, 比利也不會回家 那你告訴我 為何比利會死 還有, 你是找了Raymond嗎 好好的一拼就像陰陽相隔 其實他們應該沒有分開 如果人死了之後 去了另一個空間的話 他們現在應該在一起 我們一直沒有跟你們說 Raymond很久之前已經走了 一拼人前後腳這樣死, 這麼邪惡? 不會的, 你嚇我的 你冷靜一點, 你不要動我胎氣 對了, 大人動胎氣 你小孩很會死的 以後我好姊妹走了 連Raymond也走了 你還關心我胎中什麼 我又不知道誰叫Raymond 我只知道他肚子裡的那個 那邊是姓潘的 不是 姐姐, 人死不能復生 最重要是再生的人 跟你肚子裡的那個寶寶 是呀, 既然你今天和哥哥結不成婚 但是你要記住 肚子裡的寶寶的爸爸是誰 不是, 爸爸這個肚子不容易噎 婚禮只是一個儀式 最重要的就是 你現在把所有不開心的事 拋住老後, 是不是? 我已經沒有寶寶和Raymond 我和寶寶真的不可以沒有你, 寶寶 傻瓜 寶寶你和我也有份 我會對你向我好好的 不要多謝我了 好 十一點鐘 Billy一個人抱著一個報公仔 進去兆寶的酒店房間 之後閉路電視就再無法拍到任何人出入 總是放不下的未婚夫而自殺 不過也不排除是他散 他收到的電話是在出事房間的電話打出 閉路電視有死角位 如果有心做的一定能避開 就是說兇手可以是任何人 包括他身邊的人 你知道是誰做的嗎? 出事那天 Billy身邊的人全部都沒有不在場證據 沒錯, 死者的死亡時間 是在十一點至十一點半之間 根據後供在這段時間裡 原本在套房的巴拉呢 我現在要下去宴會廳 檢查那隻轉到新桌子, 好嗎? 不錯 但結果他又說檔室路沒有去到 而咪咪和智芬呢? 姐姐, 酒店房間有包兩位自作早餐 我下去拿些上來一起吃 姐姐叫我買兩盒西餅 給下午的兄弟姐妹定圖 而另一個姐妹阿森 就說省時間出去搞些私人事 不過通通都沒有確實的印證 南方就清清楚楚有不在場證據 新郎和我兄弟就還沒到酒店 我就去了碼頭接阿熙 到酒店的時候是十一點五 那就是說你和阿熙 可以做對方的時間證人 那你呢?那本句中你做過什麼? 我就是在幫阿傑做頭飾 是呀, 我差點忘了還有這個姐妹 我親眼看著 阿傑就服在Beeley的屍體旁邊 披頭散髮, 閉大眼睛 看著我笑容容的 你別這樣 什麼別這樣? 簡直是香港版的Annabelle 那動機呢? 如果阿傑真是鬼魂作祟 為什麼她要殺她的姐妹? 因為她是一隻處女鬼 你想想, 她拖都沒拍過就死了 就妒忌其他姐妹 有拖、有女生、有婚結 怎麼這麼奇怪? 但阿拉姑你上課的時候說了一個習俗 躁內不侍奉姑婆 未嫁女兒死了就沒牌位 不想做無主孤魂呢? 就要搞冥婚 阿傑現在在下面可能就發仔溫 阿傑恨有男人嘛 就撥起Raymond和Darley大少的車窗 最後抓Raymond進去做她老公 巴拉雙喜臨門這麼高興 就在網上廁所搞她的B 在酒店房裡殺了B 破壞她婚禮 老實說, 只有她一個做到 女人搬不夠石頭 女鬼就可以了 不接你了, 你說了一小時就可以了 厲害… 過獎 你不說, 我差點不記得了 車窗女鬼才是所有事情的起點 值得跟進 這些女人真是只是嘴巴 又說跟, 又不是自己跟 原來是點我們兩個跟 來, 這裡 這輛就是撞鬼車了 撞過的, 不過還沒找到零件 所以一直放在這裡 說不定那隻女鬼還依附在車裡 還依附在車裡 車掌不像是手腳 翼Sir, 有膠子知過痕跡 這裡… 有什麼是黏在這裡之後 會造成見到鬼的效果呢? 當時的女鬼就好像 趴在擋風玻璃上 會不會是鬼海報? 整塊海報痴上怎麼開車? 會不會是某種投射的科技呢? 那我們就去找找 你找廖哥就找廖哥 你叫我來幹什麼? 本來是廖哥是癡漢 他這麼想你 不, 我不帶你來利用你 我豈不是很傻 癡漢還叫我來? 奶奶, 我在電視台沒有送花給你 你真的不生氣我 生氣的 我們重新再開始, 奶奶 不過過去了 這個, 我有事想請教你 你回答我就行了 其實有什麼設備 是可以作為投射介面 但是又是透明的呢? 這個很簡單 是什麼? 不過這些 教授的科技 不可以讓陌生人隨便看 奶奶, 我們進入廣告一下好嗎? 陌生人, 你去看看舖子 我幫忙, 謝謝 這個就是我最新引入的 全色透明投影膜 配微型投影器組合 叫我看店, 哪有人在光顧? 先買東西喝 不算, 由於時間的關係 快摩一早已經黏好了 不覺得 厲害了, 是不是很精彩? 很多客人看完之後都光顧我 包括網台101那個美女主持 白蘭, 都是那個客人 白蘭 是, 細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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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菸 細菸, 細菸, 細菸 細菸, 你放靜一點 這麼大這些粥? 是不是很滑? 來吧, 寶寶 快點吧 快點吧, 放膽出來 你這藍色不用擔心 你這藍色不用擔心 老闆 你怎麼沒有犯了?老闆 你不要犯了, 老闆 你不要犯了, 我真是變態 他只是想我嘗嘗質地 對, 手疼不疼? 我當然疼 醫生說現在時間更早 所以還沒看到是男還是女 傻瓜 男女只是一個驅學 最重要的是自己親生 這麼小的 再見 還不喜歡你們? 不喜歡, 進來… 有空嗎? 我代媽媽拿些花膠湯來 她故意煮給巴拿喝的 你未來婆婆多疼你 煮好的湯給你喝 還要我個寶貝妹親自送你 你真是威風 妹妹, 你看看 你未來小小的樣子 像一隻UFO一樣 一張是上星期的 一張是今星期的 我會帶大家探討生命的奧秘 生命究竟是怎樣 由無到有, 無中生有 我本來是想著我哥哥照顏鬆不認嫂 想不到他現在整個人變成另一個人 也是的 他還說之後等寶寶出生 我們一家三口一起去動物園 那就是要感謝那隻鬼 感謝那隻在七姊妹出現的女鬼 才可以刺到這個浪子 Dr.Poon, 你說什麼? Raymond在他車上看到鬼 我哥哥又在的士上看到鬼 兩件事都是你做的, 是不是? 你先把投影網 貼在Raymond車的擋風玻璃上面 然後在車上裝個微型投影器 投影出來的女鬼效果 就跟真的一樣 第一個受害者是Raymond 第二個受害者是我哥哥 嚇死你了 傑Sir已經找到那一輛車 我哥哥的的士司機 我哥哥是召開他輛車的 所以你預先收買了他 要他幫你完成計劃 Raymond娶了Billy這麼多年 都不跟他求婚 Darley呢? 最初又遲遲都不肯負責任 我這樣做 只是想教訓一下他們這些男人 男人是要教訓的 但是我發現你的目的不是那麼簡單 跟一間診所拍出來的超聲波照 大小應該是一樣的 但是為什麼這兩張不同呢? 是因為有人剪走了一個拍攝人期 你這樣做就是為了隱瞞一個事實 就是你受孕的時間 根本就是跟我哥哥發生關係之前 這個BB是Raymond的 我哥哥只是吃死貓 有精神分析學家說 成年人是可以透過心靈感應 跟未出生的小朋友溝通 你假裝去嚇Raymond 就是想逼他認回你的肚子 但誰知道他最後還是回到Billy身邊 於是你就切局跟我哥哥發生關係 等他在這裡考慮要不要跟你結婚的時候 你又重屍顧忌去嚇他 不是, 肚子是Raymond的 不過我不是想他承認 我只是想跟他斬斬 說真的, 跟自己好姐妹的男朋友 搞在一起已經夠了 到我懷孕的時候 我才想起 如果被Billy知道了 他真的一輩子都不會原諒我 我不想失去一個好姐妹 我才找Darley吃死貓 那你當我哥哥是什麼? 當我是便宜爸爸? 不是, 雖然我最初真的有這麼想過 不過我上一次跌倒之後 他真的很疼愛我和BB 我發覺我真的喜歡Darley 我求求你, 你不要跟他說 我答應你 我一定會做一個好媽媽、好老婆 Billy也答應了幫我保守秘密 Billy也知道? 他這樣做只是暈倒Darley 你看他的樣子, 現在多幸福 只要你不說, 我不說 我和你哥哥一定可以過得很幸福 我和你哥哥 想要一下 我至少也有期待 他就給這個任務 此時不足 我會想要說 我會多久 想要有期待 要報告� 她會想要 Bree Ram 你不想要來 我愛你 你生日和你 可愛 你生日和我 你生日和我 她會想要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